敢于顺从内心的人是真实的, 敢于承认错误的人是勇敢的, 有一颗真实而勇敢的心, 你才是真正的自己。 我曾指点听他讲佛的人说, 若师本心极当忏悔, 忏悔之法是为清凉, 忏悔不是叫你天天想以做的事, 这个错了,那个错了, 如再这样想就是再造罪, 没想一次即再造一次, 已做得过时知道了, 以后不再做叫忏悔, 至于究竟圆满彻底的忏悔, 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忤逆十恶的罪业都能彻底铲除, 怎能不清凉呢? 如果要获得内心的清凉, 回归真实的本性, 做真实的自己, 除了忏悔外, 还要懂得原谅, 不懂得原谅的人总是纠缠于一些小事, 从而错失了自己的本性, 朱友峰是一位虔诚的居士, 为了赶到大佛寺参加早课, 天刚破晓, 他就捧着鲜花及贡果赶到了寺院, 可是刚踏进院门就与迎面而来的香客撞了个满怀, 鲜花和水果散了一地, 朱友峰看着散落在地的东西, 心疼地说, 是谁这么冒失, 撞翻了我的贡品, 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香客看着圣怒的朱友峰说, 我又不是故意的, 干嘛那么凶巴巴的, 朱友峰见对方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 于是提高了嗓门说, 你的态度太气人了, 今天没有个说法别想离开, 于是他们争吵起来, 后来甚至相互谩骂, 争吵之声惊动了广语禅师, 于是禅师寻声找到了他们, 并问起争吵的缘故, 听完他们的叙述后, 广语禅师姐劝道, 莽撞自然不应该, 但是不接受道歉同样不对, 能够相互包容对方的过失, 寻找自己的缺点, 并诚心接受别人的道歉, 才是智者的举止, 原谅是善的本心, 这位居士与香客的争吵, 就错失了两人的本心, 我在讲述本心时就说, 本心集禅宗讲得真如本性, 教下讲的菩提心, 大乘起信论讲的执心, 身心,大悲心, 观经讲的至诚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儒家讲的诚意,正心, 大乘佛法通常讲的四弘誓愿, 六度, 不失心, 持戒心, 忍辱心, 精进心, 禅定心, 般若心, 这都是大乘菩萨的本心, 静宗所讲的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是本心, 就静宗总括来说,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 这个心要是失掉, 立刻就要忏悔, 真心回改心地及清凉, 居士与相克的争执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让他们的心境更加繁杂, 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如是本心当即刻忏悔, 内心没有繁杂才会清凉, 清凉之心才能保持坚定, 我们才找到真实的自己, 行为是由内心决定的, 心有所想必有所行动, 不管你多么用心隐藏自己的心计, 你的行为将把你的所想展示给众人, 五着恶事, 寒热苦恼, 会相勋制, 不容一刻居住, 五着恶事被原宏道居士一语道尽, 但这一切都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所想, 然后才以或污浊或怪异的现象呈现给众人, 我也曾点化在家之人万事要先想而后动, 这样才能寻得自己的真心计, 禅宗二祖会可出入佛门时为了表达决心, 挥刀断臂, 拜达摩为师, 一次他对达摩祖师说, 请你为我安心, 达摩祖师当即说, 简单把你的心给我, 惠客无奈地说, 弟子无法找到他, 达摩微笑着说, 那就对了, 如你能找到他, 那就不是你的心了, 我已经帮你安好心了, 你看到了吗? 惠客恍然大悟, 几十年后惠客忠于大悟, 成了中国禅宗的第二祖, 一天僧灿前去拜夜惠客问他说, 请师父帮弟子忏悔罪过, 二祖惠客眼前突然出现了当年达摩启发自己的情景, 于是微笑着对僧灿说, 简单你把罪过拿来, 僧灿说道, 我找不到罪过, 惠客便点话他说, 现在我已经为你忏悔了, 你看到了吗? 僧灿恍然大悟, 又过了许多年, 一个小和尚向僧灿求教, 当时的僧灿已经是禅宗的三祖了, 小和尚问三祖, 如何才能解除束缚? 僧灿像惠客一样, 想到了当年自己被开悟的情景, 于是当即反问, 谁在束缚你呢? 小和尚说, 没有谁在束缚我, 僧灿微微一笑说道, 那你何必再求解脱呢? 小和尚豁然领悟, 他就是后来中国禅宗的第四祖道信,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罪心于功力, 便会被明将力所付诸, 如果一个人斤斤计较别人的褒贬毁, 必会患得患失, 贪欲争名夺利, 哪一个不是伴随着烦恼、 焦虑、极度和猜疑, 遇到问题, 重要的是自我解脱, 而不是求人解脱, 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 以众生心做大福田, 或无量圣果, 所生之处常得见佛文法, 直至三会鸿开, 六通亲政速得成佛, 佛事有意成人众, 难于涉化, 佛言此辈人众, 与牧连宠有缘, 因浅牧连网, 全成人众果皆倾心向化, 诸弟子问佛因缘, 佛言牧连网节, 曾为侨夫, 一日入山伐墓, 经起无数乱风, 其事汹汹欲来相犯, 牧连皆无行凶, 且未知曰, 如等皆有佛性, 他年我若成道, 当来度如等, 今此成人众, 乃当日群峰之后深野, 因牧连曾发一普度之念, 故与有缘, 重因于多结之前, 一旦机缘成熟, 而收辞不可思议之胜过,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天下着雨, 一个人在屋檐下躲雨, 看到一个貌似观音的人打伞经过, 于是便请求他送自己一程, 貌似观音的人对他说, 你是人, 我也是人, 为什么要我送你, 那人说, 你有伞, 貌似观音的人立即把伞收了起来, 然后对那个人说道, 现在我也没有伞了, 所以请你不要指望他人帮你, 还是自己想办法帮自己吧, 说完就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说明, 人要学会自救, 而且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无论是遇到困难, 还是身处逆境, 一定要坚定信念, 相信自己才能迈过坎坷, 渡过难关, 同时在顺境时要想到逆境, 要为逆境做打算, 要居安思危, 这样逆境来了, 才能从逆境中走出来, 古人所说的, 欲则利不欲则废, 以及谋无主则困, 事无备则度, 也是这个道理, 这也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 其实欲, 也是一个人自信的表现, 没有自信的人, 是想不到欲的, 人的先天条件会存在个体差异, 像体力有强弱之别, 智力有高下之分等, 但心态的强大和弱小, 则是人后天修炼的, 每一个人都有巨大的潜能, 只有相信自己, 肯定自己的人, 才能慢慢开发出内在的巨大能量并使用它, 因此当你遇到困难或陷于危机, 如果你有自信, 就会想各种方法处理和解决这些困难或危机, 反之如果你畏首畏尾, 整日哀叹命运的不公, 那么你的潜能非但不能释放, 反而会给自己套上更沉重的枷锁, 人生如溺水行舟不进则退, 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有循序渐进的精神, 循序渐进不仅是做学问的途径, 也是做事情的有效办法, 更是做大事成功的方式, 循序渐进就是要有潜入深, 有表吉里, 弄清源流逐步深入, 比如中国典籍浩如烟海, 想深入了解一颗专门知识, 如何寻得途径,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途径就是循序渐进, 只有这样才能寻得知识宝藏, 获得知识真谛, 在如今社会中, 有不少人忘了这个基本道理, 常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尤其是很多居于普通岗位的人, 更是牢骚满腹, 认为自己一进公司的门就可以当总经理, 不愿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基本的岗位做起, 有些人更是好高骛远, 不愿做艰苦具体的工作, 于是小事做不好, 大事做不了, 摆正不了自己位置, 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 就是因为这些人对循序渐进, 这么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缺乏正确的认识, 人的一生中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要一口一口吃, 一个人有再多想法, 也要循序渐进地实现, 寻字说, 不积溃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世上不存在不需要打地鸡的空中楼阁, 不存在翅膀不硬就能展翅高飞的鸟, 做任何事情, 循序渐进都是很关键的, 尽管有时人会有机遇, 有时人靠意识奋发, 也能取得成就, 但要保持长久, 急功近利是不行的, 而妄想一蹴而就, 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人生就像爬台阶, 必须一步一个台阶, 否则一步两个台阶或三个台阶, 就算一时能行, 时间长了也会跌跤, 踏空, 谦虚是一面镜子, 它可以照出一个人的修养, 道德, 气质和风度, 谦虚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心放得很低, 别人只要有一点长处, 它便去学, 使得修养不断增长, 人生境界不断提高, 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的谦虚, 不仅能使自己具有君子之风, 而且会让周围人从内心由衷生出尊重之意, 谦虚还是人的一种美德, 它不仅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还能够和谐社会风气, 菜根谈说, 路经窄处, 留一步与人行, 自味浓食, 减三分让人长, 讲得极是谦虚做人, 低调做事, 现实中有些人却总认为, 老子天下第一, 骄傲自满, 狂妄自大, 尤其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后, 更是沾沾自喜, 觉得全天下人都不如他, 古空生高人狂自大, 总是自以为是, 目空一切藐视一切, 其人生发展道路往往是坎坷的, 因为无知者狂妄, 而狂妄的人一旦被自我蒙住了双眼, 就会走入骄傲自满之路, 锐智者谦虚, 而谦虚的人不断反省自我, 处事谨慎, 取得成绩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说谦虚是成功屡试不爽的一个道理, 山不自言高, 地不自言厚, 谁满则易, 月满则亏, 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 借骄借躁, 不自满自傲, 不自以为是, 生活中常常碰到, 该不该讲老实话的难题, 很多人认为自己一片真心, 讲了实话, 但听的人却不一定喜欢听, 而且听了以后还可能不接受, 所以常常有人讲半真半假的话, 甚至讲空话, 大话, 假话, 谎话, 其实这种风气是十分有害的, 也是影响团结, 阻碍人与人交流的一种坏风气, 讲实话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 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都不讲实话, 总讲些空话, 大话, 甚至假话, 谎话, 那么许多社会判断就会失真, 许多举措行为就会失效, 整个社会就会失范, 讲话是需要讲究艺术的, 表达讲究技巧也是正常的, 但不能在内容上不讲实话, 在内容上不讲实话, 就不是技巧和艺术的问题, 而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 因此在生活中还是要饮, 老师不客气地说, 这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其实做人就是做品德, 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 说老实话, 不是说说而已, 而应该是每个成熟之人健康的内心道德底线, 人的底线, 主要是指思想上是否是健康、进步的, 道德上是否是高尚、纯洁的, 行为上是否是遵纪守法的, 人一定要坚守住这三方面底线, 如果突破底线, 就会失去自尊、操守, 沦为低俗堕落的奴仆, 沦为讲空话、大话、假话、 谎话的虚伪之人, 实事求是决定人的思想境界的高低, 在日常生活中, 受委屈是常有的事, 遭人诽谤的事也会遇到, 那么应该如何面对呢? 同样见仁见智, 有些人受不了委屈, 或听到他人诽谤, 立刻火冒三丈角拳相向, 其实这正是为难你, 诽谤你的人所需要的结果, 但如果采用无变, 傍言自息, 重伤你的人就算挑起事端, 也没有扩大的机会, 自然轻者自轻, 浊者自浊, 用我的话来讲, 吃的小亏则不至于吃大亏, 是真实不虚的事实, 而佛家有言, 不争不变方线熏怀, 这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 即面对他人诋毁, 诽谤, 流言等非理行为, 尽量平静心气, 不去论争, 辩解, 让他人一步自己多吃亏欠, 否则针锋相对, 轻者劫仇重者大打出手, 两败俱伤, 当然人都是有情绪的, 面对他人挑衅, 为难, 诽谤, 不生气, 不愤怒不太可能, 但人生在世, 岂能事事揭顺自己心意, 习惯生活矛盾, 情愁处处有, 恩怨是非时实在,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也有缺点, 也会在自己不知情况下冒犯他人, 或在不经意中侵犯他人利益, 因此欲不满之事动辄渊渊相报, 拳脚相向针锋相对, 非但抚平不了心中创伤, 还只能将双方捆绑在无休止的争斗中, 而增添怨气, 怒气, 直至两败俱伤, 风物长移, 放眼凉, 一个人只有能够有效控制自己情绪, 心有定力, 才能不惧风浪, 当然, 制怒也很重要, 一个人要有能伸能趋的胸怀, 才能吃得小亏, 忍辱负重, 而拿得起, 放得下, 看得开, 学会控制, 学会忍耐, 学会理智处理问题, 则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有大胸怀的显现, 一个人可以没有高等学历, 没有贵人相助, 但不能没有坚定的信念, 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 人就会平庸甚至失败, 因为人生成功的法则, 就是拥有坚定的信念, 实干的精神, 心中有坚定的信念, 能冷静地面对挫折与困难, 有足够勇气和动力克服阻碍, 在逆境中奋起, 从失败中走向成功, 世界上任何事业的发展, 都要求其从事者有坚定的信念, 信念不坚定, 不仅目标实现不了, 就连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往往也是有过难改, 有错难究, 现实中很多人面对自己的信念, 要么对自己网开一面, 要么不以为然, 很多时候信念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有人说, 信念等于主心骨, 有主心骨的人目标明确, 做事坚定不办徒而废,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会想方设法克服, 直至达成目标, 而没有主心骨的人, 干什么都是虎头蛇尾, 遇难时就抱怨, 指责, 甚至放弃, 如果无人帮忙, 便东听一句, 西听一言, 毫无自己坚定的主见, 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绚丽多彩, 只要你怀有坚定的信念, 信念是一只火把, 可以点燃人的潜能, 信念是一种力量, 即使身处逆境, 依然可以让人奋起, 信念是一座灯塔, 指引人不断向目标前行, 坚守自己的信念勇敢前行, 生活中的我们常常在浮躁中 丢失了自己, 在诱惑中变错了方向, 在名利相争中离内心越来越远, 与其茫然四顾, 不如在纷扰的人生路上驻足片刻, 调整好呼吸, 聆听自己真实的内心, 只有这样你才会更淡定, 才能让内心清澈如初, 生命才能重新调整平衡, 做真实的自己, 敢于顺从内心的人是真实的, 敢于承认错误的人是勇敢的, 有一颗真实而勇敢的心, 你才是真正的自己, 我曾指点听他讲佛的人说, 若失本心极当忏悔, 忏悔之法是为清凉, 忏悔不是叫你天天想已做的事, 这个错了, 那个错了, 如再这样想就是再造罪, 没想一次即再造一次, 已做得过时知道了, 以后不再做叫忏悔, 至于究竟圆满彻底的忏悔, 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忤逆十恶的罪业都能彻底铲除, 怎能不清凉呢? 如果要获得内心的清凉, 回归真实的本性, 做真实的自己, 除了忏悔外, 还要懂得原谅, 不懂得原谅的人总是纠缠于一些小事, 从而错失了自己的本性, 朱友峰是一位虔诚的居士, 为了赶到大佛寺参加早课, 天刚破晓, 他就捧着鲜花及贡果赶到了寺院, 可是刚踏进院门, 就与迎面而来的香客撞了个满怀, 鲜花和水果散了一地, 朱友峰看着散落在地的东西, 心疼地说, 是谁这么冒失, 撞翻了我的贡品, 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香客看着圣怒的朱友峰说, 我又不是故意的, 干嘛那么凶巴巴的, 朱友峰见对方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 于是提高了嗓门说, 你的态度太气人了, 今天没有个说法别想离开, 于是他们争吵起来, 后来甚至相互谩骂, 争吵之声惊动了广语禅师, 于是禅师寻声找到了他们, 并问起争吵的缘故, 听完他们的叙述后, 广语禅师姐劝道, 莽撞自然不应该, 但是不接受道歉同样不对, 能够相互包容对方的过失, 寻找自己的缺点并诚心接受别人的道歉, 才是智者的举止, 原谅是善的本心, 这位居士与相克的争吵, 就错失了两人的本心, 我在讲述本心时就说, 本心集禅宗讲的真如本性, 教下讲的菩提心, 大成起信论讲的执心, 身心,大悲心, 观经讲的至诚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儒家讲的诚意, 正心, 大成佛法通常讲的四红誓愿, 六度, 这都是大成菩萨的本心, 静宗所讲的清净心, 平等心, 决心是本心, 就静宗总括来说,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 这个心要是失掉, 立刻就要忏悔, 真心回改心地及清凉, 居士与相克的争执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让他们的心境更加繁杂, 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所以如师本心当即刻忏悔, 内心没有繁杂才会清凉, 清凉之心才能保持坚定, 我们才找到真实的自己, 跟随内心的感觉, 当我们面临多重选择时, 总是左右衡量反复对比, 其实当你权衡不下时, 必定是在为取舍而烦恼, 然而真正剔除烦恼的根本, 就是跟着自己内心的感觉走, 只有这样你才选择了心灵的宁静, 这就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在讲经时说过, 泥塑木雕的佛菩萨像只是一个象征, 能启发我们的本性, 所以见到佛要尊重, 华言经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无量寿经说, 一切众生皆成佛, 所以随顺供养尊重成是一切众生, 就是随顺供养尊重成是诸佛, 现在问题来了, 假如这个众生无恶不作, 思想行为都是违逆本性的, 也要随顺吗? 佛在世时弟子们已经带我们请示, 佛说不可以随顺, 善行善时应随顺, 恶行恶时不随顺, 见其作恶, 以真诚慈悲心劝导之, 如其不听急随他去, 曾经有一个小沙迷问无名禅师, 大师您曾经教导我们要慈爱, 普度众生, 如果是大恶之人, 那么还要超度他吗? 禅师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我字, 并故意将字写得正反颠倒, 他指着自问小沙迷, 你看看这是什么? 小沙迷看了看说, 这是个字, 只是字写反了, 无名禅师问道, 这是一个什么字? 小沙迷说, 这是一个我字, 无名禅师继续问道, 那么这个写反的我字, 到底算不算字呢? 小沙迷想了想说, 不算字, 无名禅师继续追问说, 那既然不算字, 又为什么说是个我字呢? 小沙迷愣在那里, 不知该如何作答, 无名禅师说, 正写是字, 反写也是字, 你认得它是反写的我字, 是因你心里认得那是反写的我字, 相反如果是你原本不认识的字, 就算是我写反了, 你也无法辨认出来, 只怕别人告诉你反写的我, 遇到正写的, 你倒要说是反写的了, 小沙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无名禅师接着说道, 同样的道理, 好人是人, 坏人也是人, 最重要的是, 你要认得人的本性, 当你认得恶人的时候, 依然会立刻将他的善恶分辨出来, 并换出他的本性, 本性明了, 就不难普度了, 禅的艺术是表达平等的精神, 宇宙平等, 一切事理平等, 善人要度, 恶人也要度, 我们要平等地对待他们, 越是恶人, 更要拿出慈爱来感化他们醒悟, 让他们弃恶从善得到解脱, 当然如恶人恶时, 一时难度, 随他而去, 有一天他将行至边缘, 那个时候, 你的度化将从他心中闪现, 佛度人是度人心, 心念转则行为转, 只有跟随内心的感觉, 人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让心灵不迷失怨气于心, 结于心所以当了于心, 以一颗淡定的心, 去面对一切惹人烦恼的事, 以一种低姿态, 与那些惹你烦恼的人擦身而过, 抬手相让只为求一份简单, 不要沉迷于那些繁杂的小事, 而忘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不要迷失了一路走来的方向, 我在教会众弟子时讲, 称是三毒之根, 烦恼起于称心, 起了称心必与众生结怨, 平时对人, 对事, 对物常犯此病, 必须身自毁责, 为什么自己智慧不开, 功夫不得利没有进步, 其主要原因即是贪嗔痴未断, 除上述教会外, 大师在给善友们讲经说佛时也曾提到, 《华言经》是佛对法身大师所说, 菩萨立志存心是自度合度他, 如还有称心, 结怨于人, 则自度合度他的目标就达不到了, 对于多称的人, 佛菩萨在想, 此人欲求菩提, 为什么还会生称心与人结怨, 这与他的心愿恰恰颠倒, 有称心即不能断烦恼, 也不能解脱的自在, 喧嚣之后是平静,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果天地自然无法改变, 就让一切顺其自然, 我修行多年, 我常告诉听我讲经的人说, 文棒不变, 古人云何以西棒, 曰无变, 又云, 吃得小亏, 则不至于吃大亏, 大师说自己三十年来屡次经验, 深信此术语真实不虚, 世人美好作感时诗文, 余雅不惜此事, 曾有诗以诗经中同仁, 诗云千秋公罪公平在, 我本弘扬节外申, 自分聪明缘有限, 修从事后论旁人, 只有心无成见, 待人才能无差别, 龙堂禅师经常到寺庙里 去给那里的比丘尼讲道, 按照惯例在步道完毕之后, 他要和比丘尼一起讨论, 为他们解惑, 一位比丘尼问龙堂禅师, 禅师要如何修行, 下辈子才能转成南向, 龙堂禅师想了想问道, 你出家多久了啊? 比丘尼回答说, 出家多长时间, 与未来有什么关系吗? 我只想下辈子转变成南向, 龙堂禅师说, 那你现在是什么呢? 比丘尼不悦地说, 难道大师看不出来吗? 我现在是女众, 你是女众吗? 有谁能够看出你是女众呢? 龙堂禅师笑着说, 男女有别, 是万物的自然而成, 世间的千差万别又何尝只有这一种呢? 只有在心里消除了差别, 对待别人才能无差别, 要认识自己, 就多听别人的教诲, 但不要听人的诽谤之言, 也不要诽谤别人。 在温州的静取寺, 有一个名叫玄机的比丘迷, 他曾在大日山参禅, 有一天他去参访雪峰禅师, 雪峰禅师学着六祖大师的口吻问, 你从哪里来? 玄机回答说, 我来自大日山。 雪峰禅师继续问道, 太阳出来了没有? 玄机想了想回答说, 如果太阳出来的话, 一定会融化了雪峰。 雪峰禅师问他日出没有, 意思是你开悟了没有? 玄机回答说, 如果我开悟了, 哪里还有你雪峰呢? 哪里还要来问你呢? 雪峰禅师听了, 觉得小和尚虽然没有开悟, 但是回答得有点道理, 于是继续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和尚回答说, 我叫玄机。 雪峰禅师望着他, 继续问道, 日知几何? 意思是说, 你每日是如何修行用功的? 小和尚起初不知怎么回答, 但是想了想说, 一丝不挂, 意思说已经解脱静静了, 雪峰禅师听了没有再问下去, 小和尚觉得没有什么收获, 所以决定离开。 当他走到寺庙门口时, 雪峰禅师在后面大声说, 玄机你的袈裟脱在地下了, 小和尚一听袈裟脱在地下, 急忙回头一看, 雪峰禅师哈哈大笑说, 好一个一丝不挂啊, 做人不要自以为是, 盲目自大, 顾步自封, 要想清晰地认识自己, 就要多听别人的教诲, 多向别人学习, 只有这样, 才能成长得更加迅速, 更加成熟, 突破困境要用一种超越常规的智慧, 这智慧里面有佛禅的玄机, 这智慧体现了一个人卓越不凡的思维方式, 但方法永远是工具, 关键是你要静心去想如何突破, 对于突破困境这件事, 我借用某位大师的话来开示大家, 身前不路是鸣持戒, 若浮于外, 为酒必败, 有口若哑, 有耳若聋, 绝群离俗, 其道乃虫, 这一教化说出了智慧的根源, 大师是教化世人如何避免陷入困境, 然而一旦真的陷入困境, 佛家的智慧也能超越众生, 一天, 一位信徒找到一修大师说, 我要自杀, 请师父超度我吧, 那你能否告诉我, 为什么要寻短见呢? 一修大师问道, 不满禅师, 我经商失败了, 借了许多的外债, 每天被债主们逼得生不如死, 已经走投无路了, 所以想一死了之, 信徒回道, 难道除了死, 你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吗? 一修大师问道, 信徒痛苦地说, 师父, 现在我除了年幼的女儿外, 什么都没有了, 一修大师惊喜道, 哦, 我有办法了, 你可以将你的女儿嫁人, 找一个成龙快婿, 帮你还债啊, 信徒失望地说, 大师, 我的女儿只是八岁的幼童啊, 怎么可以现在就嫁人呢? 一修大师道, 怎么不可以呢? 你可以将你的女儿嫁给我啊, 我做你的女婿帮你还债, 信徒失望地说, 大师, 我的女儿只是八岁的幼童啊, 怎么可以现在就嫁人呢? 一修大师道, 怎么不可以呢? 你可以将你的女儿嫁给我啊, 我做你的女婿, 帮你还债, 这是行不通的, 你是出家人, 怎么可以做我的女婿呢? 信徒大惊失色地说, 一修大师胸有成竹地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现在赶快回去宣布这件事情吧, 到迎亲那天, 我就到你家做你的女婿, 帮你还债, 这位信徒很敬重一修大师, 于是立刻回家宣布了婚事, 这个消息一经转出, 马上轰动了全城, 到了迎亲的那天, 看热闹的人把信徒的家围的水泄不通, 一修大师到达后, 吩咐信徒在门前搬一张桌子, 置上文房四宝, 写起了书法, 大家看一修的书法写得很好, 就争相购买, 反而忘了今天是一修大师给人家做女婿的日子, 看热闹的人也忘了自己是为什么来这里的, 结果一整天一修大师都在忙着写字, 看热闹的人则疯狂购买, 很快卖字的钱积攒了几箩筐, 这些钱够你还债了吗? 一修大师问信徒, 信徒惊喜地跪倒在地说, 够了你真是神通广大, 一下子就赚到了这么多钱, 一修大师拂袖于背道, 好了你的问题解决了, 你的女婿我也不做了, 还是做你的师傅吧, 生活中, 我们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智慧解决出现的问题, 便被动为主动, 不要坐以待毙, 车到山前必有路, 传到桥头自然指, 只要肯想办法, 就一定能克服暂时的困难, 埋头于繁杂的事物, 心里装着繁琐的小事, 你将永远也无法拥有一颗清净豁达之心, 舍弃心中的繁杂, 那份清透便如天类之水注入心田, 我曾以挂中作笔, 暗示人们处处皆有佛缘, 只是看你如何参佛, 以一颗灵物之心参佛, 才能得见真谛, 凡坐中挂中行动之时, 若细听之, 做叮当叮当之想, 叮自想中, 当自想清, 即一此叮当叮当四字, 设想做阿弥陀佛四字, 或念六字佛者, 以第一叮自为纳摩, 第一当自为阿弥, 第二叮自为陀, 第二当自为佛, 亦只用叮当叮当四字而成之也, 又躺以其转太速, 而欲持缓者, 可嫁一倍, 用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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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 假想做阿弥陀佛四字, 即是每一叮当为一字也, 或念六字佛者, 以第一叮当为纳摩, 第二叮当为阿弥, 第三叮当为陀, 有时候, 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反着的, 该看到的视而不见, 不该看到的一眼望穿, 一次佛陀拿着一颗摩尼珠问坐下弟子, 你们仔细看看, 我手里的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的, 弟子们看后, 有的说是青色, 有的说是黄色, 有的说是赤色, 还有的说是白色, 各不相让, 于是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佛陀看着弟子们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谁对谁错, 只是将手掌全回, 然后书张开, 再次问弟子们, 你们现在再看看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弟子们不约而同地向佛祖的手中看去, 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于是不解地问道, 佛陀, 你手里哪有什么摩尼珠啊? 佛陀扫视了一下弟子后说, 我拿出世俗的摩尼珠给你们看, 你们都能辨认出它的颜色, 但是当我把真正的宝珠拿给你们时, 你们却视而不见, 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往往也会像故事中的弟子们一样, 该看到的视而不见, 不该看到的却偏偏可以一眼望穿, 这也正是我们往往会错过一些美好事物的原因, 也正是有了这种视而不见, 这个世界才会有遗憾, 人生大抵就是如此吧, 人的大脑就如同一个装满水的杯子, 如果想要吸收新的思想, 就要将旧的思想从水杯中倒出来, 来看这样一个杯水缠机的故事, 一天一位信徒来向南引禅师问禅, 听了信徒的来意后, 禅师什么也没说, 示意他坐下, 然后命弟子打来了开水, 禅师拿起茶杯漆茶, 杯子本来就是满的, 可是禅师却直接往里面加水, 任水不断地溢出来, 信徒不明白禅师的用意, 于是不解地问, 大师, 茶水已经满了, 你为什么还不停手呢? 禅师听后, 极不情愿地将水壶放下, 看了看信徒说, 你的脑子里现在装的东西就像这杯水, 都是以往沉淀在脑海里的, 我要想传授你新的东西, 必须将它们都倒掉, 杯子里装满了旧水就不能再装新水, 人的脑子何尝不是如此, 脑子里就有的意识和经验 会排挤外界新传递来的信息, 新信息就很难被接受, 一个人要想获得新的信息和知识, 就必须铲除之前的妄想和先入为主的思想, 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 不要被权贵迷惑双眼, 只有保持一颗清透之心, 才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才能不在漫漫人生路上迷失方向, 有信佛的居士问我如何成就大事, 坚持自己, 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 大师只回答了简短的两个字, 不称, 称习罪不易除, 古贤云二十年质疑怒字, 尚未消磨得尽, 但我等亦不可不尽力对质也, 只要能做到不愤怒不恐惧, 一切困境都会在这种坚定的内心力量下融化, 道树禅师在一个道观旁边建立一座寺院, 但是道士无法忍受寺院里传出的钟声和诵经声, 于是每天都会变换成一些鬼怪到寺院里骚扰僧众, 有时还呼风唤雨, 电闪雷鸣, 甚至白天时让天空的星星也闪闪发光, 很多年轻的四僧被各种奇怪的现象吓走了, 道树禅师知道这些都只是幻象罢了, 于是一直不为所动, 安心地住在那里, 最后道士终于潜驴寄穷, 只好另寻安身之地, 有人问道树禅师, 道士的法术非常高明, 你是用什么办法战胜它的呢? 难道你也会法术? 道树禅师说, 我根本就不会什么法术, 我唯一的法宝就是无, 它会法术证明它有, 既然是有就一定会有尽头, 可是无却是没有尽头的, 我已不变应万变, 无变自然会胜过有变, 很多时候我们对付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无招胜有招, 因为无没有战法, 没有常规, 所以对手不会找到你的破绽, 要想成大事, 必先苦其心智, 面对生活中的诸多考验, 我们要做到不生气, 不愤怒, 要坚持自己从容应对, 有一年大旱, 人们饥不择食, 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来供养僧人, 归醒禅师只能命令弟子们挖些野菜冲击, 僧人们各个面黄肌寿, 有一日, 一个叫法院的和尚乘归醒禅师外出化缘的时机, 召集寺院里的僧众, 将储藏在厨房的应急粮食取出来做成了粥, 但是粥还没有做好, 归醒禅师就回来了, 其他和尚吓得四散跑掉了, 只留法远在厨房, 归醒禅师回来后得知法院将应急支粮吃了, 就生气地说, 谁让你这么做的? 法院理直气壮地说, 作为住持你一点也不关心僧众, 你没有看到我们个个面如枯稿, 无精打采骂, 有粮食为什么不吃呢? 归醒禅师严厉地说, 你触犯了清规, 打你三十大板离开吧, 法院受罚后默默离开了寺院, 但是他并没走远, 而是在寺院外安了家, 并像往常一样和四僧们一起诵经, 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从未见断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 归醒禅师在寺院的围墙下发现了他, 于是问道,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法院恭敬地回答, 好像快一年了吧, 给房钱了吗? 没有, 你已经不是寺里的一员, 住在这里要交房钱, 既然没有怎么敢住在这里呢? 法院听后转身离开, 之后他开始在集市上为人诵经, 化缘, 并将化来的钱全部添置了香火, 归醒禅师笑着说, 法院乃肉身佛也, 法院后来成了归醒禅师一波的继承者, 并将佛学发扬光大, 要想成就事业, 必定会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 挫折其实就是迈向成功应该交的学费, 成长过程中受的磨练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坚强的性格, 增加自身的能力, 人生的伪业, 关键就是能行, 所以在通向成功的路上无论遇到了多少鸿沟, 都不能动摇自己的意志, 这是一种内心的坚定, 这是不为外界变化所打扰的淡定, 一个人的涵养体现在方方面面, 一个有涵养的人, 面对繁杂能冷静处置, 面对小事可以泯然一笑, 有涵养的人就会有一种淡定的人生, 我在寺院讲佛时曾对世人的涵养评论有加, 涵养全得一缓字, 繁衍与动作皆是, 应是皆物, 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 才见涵养, 流念台云, 一喜一怒轻言轻动, 只是一种福气用事, 死病根最不小, 屡心无云, 心平气和四字, 非有涵养者不能做, 功夫只在个定火, 有涵养的人都能自尊自爱, 有句话说得好, 自爱才能爱人, 自度才能度人, 有一位不论是财富, 地位, 能力, 权力, 还是漂亮的外表都无人能及的女士, 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连个谈心的人都找不到, 有一天, 郁郁寡欢的她来向无德禅师请教, 禅师如何才能具有魅力, 赢得别人的喜欢, 无德禅师说, 如果施主能随时随地和各种人通力合作, 并具有和佛一样的慈悲胸怀, 多讲一些禅话, 多听一些禅音, 多做一些禅事, 多用一些禅心, 那么慢慢就能成为魅力四射的人, 大师禅话怎么讲呢? 他疑惑地问, 无德禅师答道, 所谓的禅话, 也就是说真实的话, 说谦虚的话, 说有利于别人的话, 女施主又问道, 那么禅音又是怎么听的呢? 无德禅师回答说, 禅音就是把一切的音声当作美妙的音声, 把辱骂的声音转为慈悲的祝福, 把毁谤的声音转为帮助的祈祷, 女施主继续问道, 那么禅事该怎么去做呢? 无德禅师慢慢地说, 禅事就是指不失的事, 用慈善的心去做的事情, 为别人服务的事, 合乎佛法的事。 女施主更进一步问道, 那么你所说的禅心又该怎么用呢? 无德禅师答道, 我所说的禅心就是你我一如的心, 圣凡一致的心, 包容一切的心, 普利一切的心。 女施主听后, 如获至宝, 从那以后, 她不再炫耀自己的财富和美丽, 对人千功有礼, 对亲戚朋友体恤关怀, 渐渐地, 她身边的朋友多了起来, 生活逐渐快乐了起来, 由此看来, 人的魅力来自于真诚与善良, 在真爱自己的时候, 同时也会获得别人的尊敬, 爱别人的同时, 也会获得别人的爱, 所以能不能快乐, 能不能被别人爱戴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 你怎么戴她, 她就会怎么回报你, 做人应该谦虚公行, 是人有内涵的一种体现, 有一天, 盘归禅师让一个逝者去买一批上等的纸料, 这位逝者非常聪明, 而且擅长辩论, 但他有个毛病, 那就是自负,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盘归禅师才把买纸料的任务交给了他, 想借机会开悟他, 逝者仗着自己聪明, 也没有问盘归禅师对纸料的要求就买了回来, 盘归禅师看了后, 冷冷地说, 这种纸料不行, 你必须去重买, 逝者非常不乐意, 但是师父吩咐了, 也只好服从, 等逝者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他想无论如何这次师父应该满意了, 谁知当他把重新买回来的纸料拿给师父看时, 盘归禅师冷冷地瞟了一眼, 挥挥手说, 不行不行, 拿去重买, 当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 路途又遥远, 逝者觉得师父太不通情理了, 但是他又不得不去, 等他再一次把买来的纸料给师父看的时候, 盘归禅师依然摇着头说, 不行不行, 重买, 于是逝者问道, 师父想要什么样的纸料, 请告诉我, 我重新去买, 希望这次能够让师父满意, 盘归禅师冷冷地说, 不行, 逝者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自以为是, 赶忙向师父道歉, 盘归禅师见状说, 其实你第一次买回来的纸料已经非常好了, 我就是想让你看到自己的缺点, 自负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做人应该保持谦虚攻行, 不要太过自负, 自负的人锋芒太露, 容易遭到别人的攻击和排挤,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一定要破除心中的迷思, 找回真正的自我, 找准自己的位置, 千功是一种真正的涵养, 千功的人更坚定, 更自信, 更有自我, 更能体现他的内涵, 真正的勇者, 该前进时就绝不退缩, 该退后时也绝不鲁莽, 真正有胆有识的人, 该出手时绝对不能退缩, 不能有半点畏惧之心, 他们总是那么镇静, 淡定和镇静不但为世人所追求, 也是佛门修炼的一门心法, 只是他们善用佛法表达, 我曾对世人说过, 遇事只一味镇定从容, 虽分若乱私, 终当就绪, 待人无伴嚎脚伪欺诈, 纵脚如山鬼, 一字献成, 有一年的年景特别不好, 有良知的人都在向方设法 筹集资金救济穷苦之人, 佛教界的人士也想做些善事, 以感谢平日礼乡亲们的相助, 于是请了戏班, 希望募捐一些钱, 演出当日, 他们还请了附近寺院里的僧人, 在这些僧众中, 有一个雪僧刚入道没有多久, 他觉得僧人是不该看这些东西的, 本不想去, 但是住持要求所有人都得出席, 他只能勉强跟着去了, 在节目表演时, 他紧闭着眼睛, 正惊危坐, 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根本不存在, 表演中途, 佛教界的代表出来招呼观众募捐, 这位学僧站出来反对说, 我进来后就一直闭着眼睛, 根本不知道在演些什么, 所以没有必要捐助, 代表一听乐呵呵地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比别人多捐一倍才行, 学僧不解地问, 这是为什么呢? 代表解释说, 别以为你不看不闻就无事了, 主要的是心动没有, 你没有看表演, 但是听到人们的嬉笑, 你一定会猜测, 所以你在心里看了, 想了, 能够骗人的不只是眼睛, 耳朵, 嘴巴, 还有心, 而且眼睛, 嘴巴, 耳朵只能骗你一时, 但是心却会骗你一辈子, 所以无论何时, 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污点, 不欺骗自己, 无论何时何地, 内心的镇静才是真正的淡定, 一件事情是否流于行事, 只有自己的心知道, 水绕山而行与海而入, 遇到分水岭就分流开来, 遇到会河口就汇聚一处, 他的不顾值, 他的筋骨柔顺让他川流不息, 永远充满生机, 我在讲到随缘而变时, 就非常赞同佛眼禅师对于随缘的解释, 抱缘虚幻不可强违, 服侍几何随家风俭, 苦乐逆顺倒在其中, 动静寒温自愧自毁, 他向大众解释道, 抱止身体, 原指这一生遭遇的环境, 我们这一生的境遇, 全是虚幻不实的, 觉悟的人生活随缘就自在了, 不觉悟的人造作强违, 以自己的心意为所欲为就是造业, 虚幻的世间无常, 人命苦短, 祖师们嘱咐我们随家庭之风简, 安分度日, 无论苦乐顺逆均属三十因果, 觉悟之人心中清除, 在日常生活中, 心清静不动, 佛弟子大家也尊者修苦行, 心地清静, 智慧圆满, 善才童子生于富贵家庭, 心中亦如如不动, 不为环境所转, 此之味道在其中, 倒是觉悟的心, 在生活与环境变化之中, 被环境所转而不能觉悟就应当忏悔, 自己努力悔过, 一切随时, 随性, 随悲喜才是心性通达的最高境界, 寺院的地面到处盖满了枯黄的小草, 小和尚觉得很难看, 于是对师父说, 我们重新种些草吧, 师父回答道, 不急随时, 终于到了播种的季节, 老和尚和小和尚开始忙碌着种草, 不好了, 师父, 好多种子都被吹走了, 小和尚惊恐地喊道, 老和尚笑了笑说, 没关系, 吹走的大部分都是空的, 就算是洒在泥土中也不会发芽的, 一切随性, 这时候飞过几只小鸟着食草莉, 真要命师父, 草子都被鸟吃了, 小和尚急得直跺脚, 老和尚依然笑呵呵地说, 没关系的, 草莉多着呢吃不完的, 一切随遇, 半夜时分, 一阵暴雨铺天盖地倾泻而下, 第二天一早, 小和尚惊叫道, 师父这下课全完了, 曹子基本上都被大雨冲走了, 老和尚走过来缓缓地说道, 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 一切随缓, 一切随缓, 一个星期之后, 原本光秃秃的地面上居然尝出了许多清脆的草苗, 一些原来没播种的角落, 也泛出了点点绿意, 小和尚高兴地拍手欢呼, 师父看到后说, 随喜为人处事之道就是不要刻意地去强求, 去改变任何人或者物, 正所谓欲试强求, 屠伤感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当一天和尚壮一天中, 而是要顺其自然, 不抱怨, 不躁尽, 不强求, 不悲观, 不慌乱, 不忘形, 这是一种大觉悟, 只有心性旷达才能以柔克刚, 以至圣勇人生才能顺畅圆满, 怨起于心结于心, 所以当了于心, 以一颗宁静的心去面对一切惹人烦恼的事儿, 以一种低姿态与那些惹你烦恼的人擦身而过, 抬手相让只为求一份简单, 不要沉迷于那些繁杂的小事儿, 而忘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不要迷失了一路走来的方向, 我教会诗人诗讲过, 称是三毒之根, 烦恼起于称心, 起了称心必与众生结怨, 平时对人, 对事, 对物常犯此病, 必须深自悔则, 为什么自己智慧不开, 功夫不得力, 没有进步, 其主要原因即是贪嗔痴未断, 除上述教会外, 大师在给善友们讲经说佛时也曾提到, 华言经是佛对法身大师所说, 菩萨立志存心是自度和度他, 如还有称心结怨于人, 则自度和度他的目标就达不到了, 对于多称的人, 佛菩萨在想, 此人欲求菩提, 为什么还会生称心与人结怨, 这与他的心愿恰恰颠倒, 有称心即不能断烦恼, 也不能解脱地自在, 有一个小和尚最近感觉一场苦恼, 因为他觉得师兄师弟们老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所以即使是在念经的时候内心也烦躁不安, 终于小和尚无法忍受这种痛苦, 来向师父哭诉, 师父师兄师弟们常常说我的坏话中伤我, 不论我走到哪里, 都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这让我无比羞愧, 师父双目微臂轻轻地说, 是你自己说别人的坏话, 为什么来给师兄师弟呢? 小和尚一听极了, 跺着脚说道, 师父我没有说别人的坏话, 是他们胡乱猜忌, 小和尚不服气, 不是他们胡乱猜忌, 是你自己胡乱猜忌, 他们无中生有, 不是他们无中生有, 是你自己无中生有, 师父为什么这么说, 我管的都是自己的事啊, 说坏话乱猜忌管先事, 那是他们的事就让他们说去, 与你何干? 你不好好念经领会佛法, 老想着他们说坏话, 不是你在说坏话吗? 老说他们乱猜忌, 不是你在乱猜忌吗? 老说他们管闲事, 不是你在管闲事吗? 小和尚毛色顿开,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称心未断, 凡人要断称心, 就要保持淡定, 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的事心如止水, 以不动制摆动保持沉默, 再大的毁谤和重伤都会不攻自破, 称心不起心灵就不会迷失, 这是大智慧, 如果心念被打扰, 就像石块落入水中, 必然引起内心的层层波澜, 当人被迷了心窍, 一切纷扰就会分至他来, 修行人大计说人长短是非, 乃至一切事事非干几者, 我在对善友说法的时候 也曾提到口不可说, 心不可思, 但口说心思, 便是魅了自己, 若专练心, 长思计过, 哪得功夫管他家屋里是, 粉身碎骨, 为心莫动, 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圣像 坐在堂中, 终日无人亦如此, 翻盖簇拥香花供养亦如此, 赞叹亦如此, 悔亦如此, 修行人对于自己不相干的事不要去听, 也不要打听, 不必想知道, 古人说, 知事少时烦恼少, 识人多时是非多, 凡事对于清净心有妨碍者, 都要远离, 反之心就迷了, 口舌是非弱气于别人, 大多时候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口舌是非起于身边的至亲至爱, 有时候我们将无法抵挡, 那么听信口舌之后的恶果也只能自己承受, 来看看这样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口舌迷惑吧, 一天早上, 佛陀与弟子们前往皮射离城, 途中经过离岳河畔时, 发现有一艘鱼船捕到一条大鱼, 数百名渔民们费尽力气才将大鱼拉上来, 但是当大家看到鱼时, 不禁目瞪口呆, 这条鱼身上竟然长了上百个头, 有的像驴, 有的像马, 有的像骆驼, 有的像狐, 有的像狼, 有的像猿猴, 有的像狐狸, 叫得出名字的从未见过的一英俱全, 就在众人错愕惊慌之时, 佛陀安详地走到百头鱼身边, 询问了三次, 你是家皮离吗? 于皆答是, 佛陀又问, 当初教养你的人, 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于说他已经堕入阿比地狱经受苦难, 听到百头鱼竟然会说话, 众人更加疑惑, 于是请求佛陀详解鱼的来历, 原来在嘉业佛时代, 有一位婆罗门老来得子, 起名叫加皮离, 加皮离非常聪明好学, 从小到大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从不曾让父母失望, 后来年迈的婆罗门过世了, 加皮离与年老的母亲一起生活, 一次母亲问加皮离, 孩子啊, 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吧? 加皮离诚实地回答, 不母亲, 加业佛的智慧非常广大, 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任何人有疑问去请教他, 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可是我却有许多问题答不出来, 因此总是会有人嘲笑我, 对儿子寄予厚望的母亲说, 那么你何不去学佛法呢? 这样你就不会输给他了。 加皮离又诚实地说, 母亲您不明白, 一切佛法以恭敬为本, 为成无上大道, 必须发恭敬心出家, 上求佛道下话众生, 才能真正体悟佛法的深意。 听到此话, 母亲有些犹豫了, 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舍得让他出家呢? 但他又实在想让儿子成为全天下最聪明的人, 于是说道好, 我就让你去出家学佛, 可是我们约定在先, 一旦学成了, 你就要赶快回来孝顺我。 单纯诚实的加皮离进入了僧团, 开始研读佛法, 以他的聪明才智, 很快就了解了经典的道理。 每隔一段时间, 他的母亲就会去探望他, 并满心期待地问, 孩子啊, 你现在学得怎么样了? 可以胜过加业佛了吧? 可是诚实的加皮离一次又一次摇头, 终于有一天, 失望的母亲忍不住对儿子说, 我教你一个可以成为最聪明人的方法, 听着以后只要有人说法胜过你, 你就用不懈的口气回骂他, 你们真是太愚痴了, 没见时比诸头还不如, 这样就没有人敢再说下去, 也没人再敢讥笑你了, 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了。 诚实天真的加皮离受到母亲的诱惑, 加之想到自己如此努力还是不能赶上加业佛, 心里不免急躁了起来, 从此他真的开始用骂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不足, 来回激别人的嘲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原本纯真、诚实、善良的加皮离, 变得越来越傲慢, 越来越口恶, 他用他能想到的一切动物来骂人, 甚至用这些来侮辱圣者, 最终加皮离招感多为水族的恶果, 身上藏满了百余磕畜盛头, 而他的母亲也下了地狱,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聪明才智虽然可以带来荣耀, 但是却无法克制恶念对任性的侵蚀, 千万不要轻信那些可以使自己变得堕落的秘方, 相反要时常反省, 化肚自心的迷惑, 我曾启示大众在生活中开悟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常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 悟了才能改过自心, 自己有过失而自己不知道, 有人说我的过失, 若是修行人马上向此人恭敬鼎礼, 迷惑的人听了, 马上就发脾气, 身是假的, 心是真的, 身比做佛堂, 心比做佛像, 心不可动, 一个人独处也是如此, 在热闹场面心仍不动, 赞叹毁谤亦不放在心里, 心永远是定的, 心中无事就不夹杂, 静念相继就不间断, 万念起于内心, 又消除于内心, 一念生而烦恼自来, 想要消除烦恼, 必须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智清醒, 我曾点化善友, 夜时未消, 三昧未成, 纵谈理性, 终成华柄, 出击同修, 尤其对于知识分子, 这是当头一棒, 学佛人粗心大意者多, 心思细密者少, 四红事愿谁都会念, 不但教我们如何发心, 连修学的程序都给我们说出来了, 首先要发大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及与佛的心愿合一, 烦恼无尽誓愿断, 夜时未消是烦恼未断, 三昧未成是心不清静, 此刻不能学法门, 要等三昧成就再学法门, 现代人前面两项不要了, 先有法门无量诗愿学胎使, 如同盖楼房, 一楼二楼都不要, 只盖第三层, 大错特错, 光阴都虚耗了, 我建议各位在这一生先修前两条,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在学后编两条, 把时间精力都放在咫尺名号上, 念到一心不乱, 烦恼就没有了, 有一个愚笨之人, 一直过着贫穷的日子, 一天大雨淋塌了他家的院墙, 在整理废墟时, 他从墙里挖出了一罐金子, 从此告别了贫苦的日子, 生活境遇虽然改变了, 可是他的愚笨却并没因此而得到改善, 这使得他非常的苦闷, 于是决定找当地的高僧帮忙, 愚笨之人来到寺院问禅师, 我怎样做才能变得聪明呢? 禅师回答道, 方法其实很简单, 用你的钱去买别人的智慧就可以了, 听了禅师的话后, 愚笨之人来到了城里, 希望可以碰到一个有智慧的人, 恰巧有一个僧人从他身边经过, 于是他叫住僧人说, 大师你能把你的智慧卖给我吗? 僧人答道, 当然可以, 不过我的智慧很贵, 一句话一千两银子, 愚笨之人回答道, 只要能买到智慧我愿意, 于是僧人对他说, 其实得到智慧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你在遇到困难后, 能够静下心来, 向前走三步, 然后再向后退三步, 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了, 愚笨之人用怀疑的口吻问, 智慧难道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僧人微笑着说, 施主还是先回去吧, 等到你觉得我的话不假时, 再来找我付钱吧。 愚笨之人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 进门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居然和另一个人睡在一起, 于是怒从心声, 到厨房拿起菜刀想将他们都杀死, 可是到了房间门口, 他突然想起了僧人的话, 于是向前走了三步, 然后再向后退三步, 如此反复了三次, 他的走动惊醒了屋中沉睡的人, 于是屋里有人问, 而啊你在干什么呢? 深更半夜的, 愚笨之人一听, 原来是自己的母亲,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暗自庆幸道, 若不是我白天听了僧人的话, 今天就错杀母亲了, 他早早地就将银子给僧人送了去, 人在浴室时要懂得遏制自己的情绪, 心平气和地去处理, 做事不三思, 听凭失衡失去对情绪的操控, 只能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要度他人先度自己, 人的智慧不在别处, 就在自己心里, 如果总是想着别人那里有智慧, 是还没有真正懂得智慧的含义, 只有把自己的事做的事是明了, 才知道如何转播智慧, 我在面对众多出家之人曾发出感慨, 今见好心出家在家之众, 多事好高勿远, 不肯认真专修敬业, 总由素是善跟浅薄, 今生未遇通人, 大师痛切感慨之言发人警醒, 发心学佛者都是好人, 佛们有句老话, 学佛一年佛在跟前, 学佛二年佛在西天, 学佛三年佛化云烟, 智者修行不是走的形式, 而是挖掘自身内在的潜力, 一天西运禅师刚刚踏入禅堂, 云游的僧众就围了过来, 希望可以得到开示, 西运禅师问, 你们想得到什么, 还是赶紧离开吧, 说着他用手中的禅杖往外轰重人, 但是慕名而来的众僧却不肯离开, 西运禅师只好坐下来说, 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让人开示, 表面上看来你们在行脚修行, 看到有千人的禅愿就蜂拥而至, 听说某人已经开悟就赶过去, 希望得到开示, 但是这种行为只能被人讥笑, 你们根本就没有明白 到底什么事参禅悟道, 当初我行脚时, 如果在荒野里能够遇到人, 也会跟他攀谈, 看他是否有所领悟, 你们如果真心向佛的话, 就要振作精神, 看僧众们一脸茫然, 禅师继续说道, 如果你们连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 只知道一位学习别人的言语, 然后将听到的东西大肆宣扬, 说自己已经悟道, 难道这是真的悟道了吗? 你们不应该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更不要轻率从事, 空过了一生, 要不然只会让人讥笑, 如果你们明白我说的话, 那就赶紧离开这里, 智者之所以为智者, 并不是因为他们能从外界获得更多的智慧和经验, 而在于他们能够挖掘出自己的心智, 很多时候我们通常看到的是自己的努力, 盲目地去崇拜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智看清自己, 盲目地追寻不会让你前进, 只有肤浅的人才会如此, 人要看到别人的优点, 正是自己的缺点, 挖掘自身的潜力, 才是诚信笃行。